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有上千万的点几率 大家记不记得 大概十年前 十多年前 周杰伦一部很著名的电影 满城静带黄金甲 巩俐 穿得很性感 巩女全部很性感的那部戏 周润发演父王 太子就是周杰伦 因为爱上母后 要来抢父皇的位置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周润发就讲了一句 很著名的话 当周杰伦兵变失败 周润发做父王 讲了一句很厉害 我没有给你的 你不可以抢 你不要抢 我给你 我会给你 但是你抢就不对了 同样的情况 就是现在 慕尤丁开口要副首相 是一模一样的 本来沙比里 我之前很早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直播 一个多月前 周润辞职的时候 在文章我也写过 我直接分成上册 中册跟下册 说沙比里作为首相 要怎样应对 如果我是沙比里 有三条计策 去应对 周润达的退党 上册 就是直接给土团 副首相 或者是开多一个部长位 来安抚 土团 那土团就不能炒了 土团不能炒 而且你还保留 周润达 保留周润达的 这个 清兵 因为现在周润达自动 带兵来投靠你 本来你是无兵无将的 官赶司令 现在有人自动来投靠 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举两得 这个是上册 因为副首相也空着 第二 中册 就是不管 你土团在外面 讲在外面 吵我不管你 活稀你 拖拖拖 反正你也不敢倒我 我就堵你 不敢倒我 倒我你自己也疏无痛 你是跟我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保住周润达 但是我不管 我不要内阁改组 因为内阁改组就会有很多的疑虑 很多的问题 你要换 要换谁 谁有资格来 然后大家都认为自己有资格 巫统也想抢这个位置 所以下策就是换掉主来的 或者是进行内阁改组 我一个多月前就讲了 所以当时传出要内阁改组 是失败的 沙比里政权摇摇欲坠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沙比里醒目 马上从下策 转为中策 就是不管 所以慕尤丁在一个多礼拜前 才公开在媒体上面说什么 说我要见沙比里谈 等了两个星期多 三个星期 他不要见我 现在终于见到了 然后他就表达 他要征服首相 所以慕尤丁治首相 未下来之后 其实很明显 他的政治手腕 操作都没有那么高明 每次讲话 都有一点打脸自己的成分 像我刚才说 本来副首相是上策 沙比里是有可能 会给你副首相的 但你不能公开讲 就像周润发讲的 我可以给你 但你不能抢 因为你一公开讲 然后我给你就变成 我受你胁迫 我的权力不是我自己掌握 我要看你慕尤丁的面子 所以我并不认为 沙比里会真的给慕尤丁 这个情况 沙比里现在很明显 就是采取托制决 反正大选 大家都知道 很可能今年会来 如果11月大选几时解散 8月就要解散了 因为60天 8月 8月中 8月尾 可能就解散了 如果10月大选 在预算案之前 那7月就要解散了 可能下个礼拜就解散了 当然也可能拖到明年 但是最多也就是拖到年尾 解散 预算案之后解散 然后新年前或新年后 来一场大选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其实他现在就是拖了 我拖你 你也不敢打我 就是走我刚才讲的中策 所以土团争副首相 其实我真的觉得操作的很不好 你不应该公开讲 你可以私底下去要求 你一公开讲 你这个算盘就打不响了 然后你会很丢脸 像慕尤丁一个多礼拜前说 我要见首相 等了两个礼拜来商讨 主来大的事情 要把这个位置打出来 你看他讲了多么丢脸 其实这些事情你不用讲了 你讲出来是你丢脸 证明你大权旁落 证明你不重要 证明沙比里不鸟你 现在他讲土团要争副首相 也是一样 而且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土团里面谁可以当副首相 现在谣传慕尤丁建议的是 Pegia前霹雳州大臣 现在的青年体育部长 Pegia在霹雳州搞得一塌糊涂 还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 第一位被不信任东义 拉下台的大臣 他有什么资格去当副首相 可以服众吗 乌统不能服众 土团也不能服众 而且他现在在 Cabinet里面 在内阁里面是最junior的部长 青年级体育部长 这个部长职位是给新人做的 你没有经验给你去那边学习的 安华第一个部长职位 就是青年体育部长 纳吉第一个部长职位 就是青年体育部长 马哈迪我不记得很清楚 因为马哈迪年代太久远了 好像他也当过青年体育部长 所以他是一个初阶部长 你直接把一个初阶部长调高到副首相 很明显 很难看 也不能服众 所以没有人选 其他两个人选 之前一直谣传的 阿兹敏跟哈姝尔赞努丁 一个是巫统来的 一个是公正党来的 两个都不是你土团的人 不是你土团的人 你给他做副首相 你也很丢脸嘛 要靠外来人来领导你的党 因为做副首相就是党内第一人 就是党内第一人 所以你会出现一个很丢脸的情况 而且他们会不会忠于土团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哈姝尔一直谣传要回去乌东 也谣传了很久 这个也是我认为会发生的事情 阿兹敏也一直会谣传要走 普路线 虽然我认为阿兹敏已经算计错了 他现在去走队跟着朱莱达也迟了 然后他现在在土团里面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已经是进退维谷的局面 但是他们都是被视为有异性的领袖 你可以把副首相给他们吗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诚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